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还有帅帅的 Honda CD Hatchback 今天我们就开它来 Langawi旅游 然后顺便看一看它能不能够应付 三个人两天一夜的行李 首先呢 虽然原厂一直讲这一个 City Hatchback 不是为了取代Jest 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完整地在马来西亚继承了Jest的地位 我们就以上个月的销售成绩来说 这款车交车了超过1800辆 然后呢 在这个 昨天官方有公布啦 就是从这个车发布到现在 它已经交车超过4200辆 这个销售成绩非常非常的惊人 而且它跟 Sedan 的版本 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非国产V-Segment 这个销售成绩非常的出色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它 首先 这一台车因为是 Optional 的这个 Body Kit 看起来非常的帅气 有一种 Mini Type R 的感觉 不过这个 Modulo 的 Body Kit 是要需要另外加钱 平常你买车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呢 其实如果是 Sedan 版本的话 它的车长大概是4500多mm 然后这个 Hatchback 的版本大概是4300多 短的差不多是200mm 这样它会稍微压迫一下车尾的这个空间表现 至于前面前半部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我相信买仙背车大家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后面的空间表现 走我们看一下后面 在看尾箱空间之前 我真的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尾翼 真的很有那个 Seavit FK-8 Type R 的感觉 真的超帅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点点这个 Piano Black 的套件点缀 加上 RS 版本本来就有这个 Carbon Fiber 的这个贴纸 整个尾部的视觉效果真的是超级运动 然后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个 3D 微灯 晚上亮起来的时候那个视觉效果真的是一流 所以啊这款车一直在挑战摩执行 我到底要不要买它 我自己实时也在纠结 OK 话不多说先看一下它的尾部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放三个行李箱 这个当然不是 Full Size 的行李箱 都是这个普通尺寸的 它在应付这种普通尺寸的这个行李箱 基本上是没有压力的 而且如果说你今天需要载一些比较大型的物品的话 六四分离已被倾倒也是必备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是考虑到实用性的话 那么 Stun 自然是你的最佳选择 例如说你可能有时候要放下 Baby Chair 啊 这样的东西 Stun 会更适合 如果讲你今天是单身人士 或者是只有你跟你女朋友 或者是你跟你老婆的二人世界 这个行李箱基本上没有问题 三个人的行李 这个引擎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就是这个 1.5 公升的 IMMD 混合动力引擎 就是广告中可以很轻易爬山的那一个引擎 其实实际上这个引擎我之前也试过很多次 我对于它的表现自然是非常的满意 尤其是大家知道这个 Langawi 很多这种山路啊 要爬山的路段 昨天我们试驾的时候 这个车的引擎 253 Nm 基本上爬山毫无压力 这个是我觉得它很优秀的地方 然后它的油耗表现基本上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三个人轮流开这辆车 轮流去摧残这辆车 它的油耗表现到现在都还有个 13.6 KML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方式去驾驶这款车的话 它的油耗表现会更出色 我自己又试过啊如果真的是在 Highway 这个定速巡航 然后你不要去拆它的话 20多 KM Per Liter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说你担心这个电池的 warranty 的话 其实你也不需要太担心啊 原厂给了这个 8 年的 warranty 我相信这个 8 年的 warranty 基本上已经 cover 了一般人的用车时长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诚意的地方啦 但是说如果你今天对这个动力没有太大的需求的话 那么 1.5 V 的版本其实也非常足够实用的 我们昨天也是有稍微开一下这个 1.5 V 的版本 它虽然讲它的动力流畅度 不会有这个混合动力版本那么高 可是实际上呢这个 1.5 V 的版本呢 它的动力问题不大还是非常的轻 我觉得如果要买这个混合动力版本 其实主要就是喜欢它的这个科技杆啦 如果是这个 1.5 V 的版本 就是使用它的这个稳定性啊等等 至于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了 我要提一下这款车拥有 Honda Sensing 走 我们去看一下内装 这个 Honda City 的内装我建一次爱一次 Hatchback 版本跟 Sedan 版本完全没有差别 它们主打的是这个实用性 这个 8 寸的出屏主机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下面这一个很帅 转起来质感很好的这一个冷气面板 还有下面 USB 还有放手机的地方 其实都完全凸显出这个 Honda City 的这个人性化 然后因为 RX 版本是没有这个手刹车 它是改用电子手刹车 所以这边多了一个位置可以让你放手机 然后这边还有个中央主手还可以放东西 这样的空间运用真的是同级最强 我觉得甚至可以讲它是掉打水的车盘 然后这个中间呢它有一个 7 寸的半数位化仪表 旁边是这个彩色资讯屏 然后这边是这一个传统的支针 这个彩色资讯屏可以显示资讯非常非常多 包括你可以在这边控制 开启或者关闭 这个 Honda Sensing 的安全配备 这个 Honda Sensing 基本上包含了所有的主流安全配备 包括像是主动式定速巡航 远近光灯自动调整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等等 但是它的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是没有 Stop 没有够的 这个跟 Sedan 版本是一样 还有一点我很喜欢 RS 版本的地方 在于它的这个座椅的设定 它是这个绒布 脊皮加皮革混搭 运动感很好 然后这个包覆性也很好 像昨天我们其实真的是在 Langavi 开车开了一整天 从两点开车开到七点 然后这个座椅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 真的很像 Sofa 舒适度高 如果讲你是坐一般的日常下屎的话 我觉得问题不大 甚至可以讲是舒服 这点真的要给赞 可是相比起前座 后座我个人觉得就差了一点点啊 走 看后座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不是我懒惰手啊 我是故意让大家看这样子的空间表现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 Ultra Seek 它可以做很多角度的调整 如果在这个模式下 你要载花盆啊 载一些东西比较高的物品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看我们的行李啊 我们的背包这样子丢 这个空间表现基本上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说是载人 你很在意空间表现的话 那么这个设计你应该会很喜欢 而且重点是它这个头枕还是可调式的设计 这个其实对于 B-Segment 来讲它会增高一些成本 但是可以看出厂长是真的有诚意在 只是这个座椅呢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在 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椅垫 对于大腿的支撑不够 坐长途的话 后座乘客舒适度会被影响一点啊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后面的悬吊 因为后座比较靠后轮 后面的悬吊 我觉得弹跳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样的弹跳会稍微影响到这个车子的舒适表现 然后因为它是黑顶的关系 加上它后面没有这个三角镜的设计 所以压迫感会比较重一点点 但是 我还是要讲这句话 它的后座的空间表现 目前在马来西亚的B-Segment 市场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手的 虽然讲有一点点的缺点 但是还是不影响它成为 B-Segment 的后座空间之王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空间表现 你会很喜欢 首先先来讲讲这个City RX Hatchback 的这个简单驾驶感受 我先讲我的总结 我的总结就是家庭用选 Sedan 如果要个性的话就选Hatchback 这个Hatchback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我一直以为这辆车 其实跟 Sedan 应该会差不远 但是实际上它的整个调性都不大一样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车身重量 比 Sedan 轻了7公斤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轻量化 第二点就是它的车底刚性也有增加 加上它的悬吊有进行过特别的设定 所以整辆车开起来 尤其在 Lancavi 这种山路比较多的地方 加上它的253Nm 真的是架起来非常的爽 很轻松 而且这个steering的转向是非常的听话 加上这个支撑性还不错的悬吊 基本上我可以讲 目前的日系B-Segment 里面 这款车真的是最好玩的一边 你可以看我现在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弯道 这辆车完全是绰绰有余 它的掌握这个弯道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其实昨天我们也有稍微试驾一下 这个1.5V 的版本 我相信因为是配重的问题 因为像是这个 RS 它在前面有多一个电动机 在后面有多一个电池 所以它这个配重稳定性会比较好 如果是1.5V 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前后悬吊 它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碎震 比较多余的弹跳 那一个基本上不会太影响到舒适性 但是它的表现尤其在弯道 就不会像这个RX 版本那么从容 我要讲一句名言就是 开着这一个City RX 桑桑真的是太好玩了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硬幅弯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从容 Sedan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Sedan 因为多了一个屁股 所以会稍嫌有一点笨重 这个是Hatchback 做到然后Sedan 给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 我都比较喜欢Hatchback 因为Hatchback 的操控表现一定都是比Sedan 好的 另外一点就是原厂在这个广告宣称的 253 Nm 上山很轻松 这个其实是事实 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这样一踩就冲 它是真的比一般的自然进去引擎还要从容一点 可是如果跟涡轮怎样引擎相比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线性一点的 所以整辆车的这个引擎动力 是给你一个很流线的加速 并不会有这个涡轮的贴背感 这个是有跟我的心理想象是有点落差啦 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讲真的 你一般上开车的话 谁会每天付Trotter去享受那个贴背感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如果各位真的是有这个budget 然后想尝试新科技的话 这个City RS 真的可以试一下 因为这个动力配置跟之前的ID CD 完全是不一样的表现 它真的可以让你在需要动力的时候有动力 然后需要线性的时候有线性 尤其是现在我们是速度比较慢 大概是30-40 这样子 然后它完全是处在EV Mode 整辆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宁静 然后之前我试驾史弹版本的时候 我有试过高速巡航啦 它可以到时速120都还是在这个EV Mode 当然主要还是看你的电池有没有电 不过以现在的科技来讲 电池虽然小 但是它的容量可以是很大的 完全不需要担心 另外这辆车的充电速度其实也很快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担心 会出现那个电池没有电 然后电动马达推不动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是iAMD做的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部分啦 我总结还是那句话 如果真的是要个性化 你真的一定要选这个Hashback 这个Hashback真的是太好玩了 有真的是那个驾驶感受 然后它这个弯道的处理能力 真的是比Sedan还优秀很多 然后这个悬吊 讲真的真的会有一点点的弹跳 尤其是 因为昨天我有坐在后座一下子 那个后座的弹跳真的是会比较明显 会一定程度的影响舒适性 但是问题不大啦 当然如果你都是年轻人 如果有时候一起出门的话 这一个 后面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多投诉啦 因为这个City Hashback 本身就是 target 年轻人的市场 不像Sedan 可能瞄准的是年轻的家庭 然后这个Hashback 其实很明显就是瞄准的单身人士 我会真心推荐大家去试驾这款车 然后你应该会爱上它 今天的影片只是我们关于这个 HONTA CITY RX Hashback 的这个简短试驾感受啦 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这款车 只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对于这个混合动力的接受度 是真的比较低一点 所以其实这款车是不错的 只是能不能让你去接受它那是一个问题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是非常喜欢这款车的 然后我相信大家也会问 1.5V 的表现怎么样 详细的1.5V 表现 我们会等以后 HONDA Malaysia 有试驾车的时候 再接出来为大家做一个试驾影片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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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